大家好,我們是白色之聲,我是白編 以下是柯文哲本週的一週事蹟 本週一,柯文哲市長出席台北NPO 也就是Non-profit Organization聚落入促的同歡會活動 台北市在這個計畫裡面把閒置空間拿出來 跟公益團體合作,它具有相當指標性的意義 包含1.新舊融合 2.公司協力 3.空間共享 這個成功當然要感謝大家的幫忙 包括義美、加勒福等企業 台北市政府也希望說 將來的承辦單位不只是只當二房東負責收房租而已 還要辦很多上課、講席 更重要的就是尋求外界企業的資助 讓台北市的NPO更永續經營 努力與成功 從來不是台北市政府的事 是企業的事 是眾人的事 透過公司協力的方式 我們努力讓我們的城市朝向光榮城市的目標 一起前進 本週二 柯市長在陳惠與勞動局、社會局等局處進行跨局處的會議 共同討論讓銀法族政策、福利等服務項目 不僅只是把敬勞卡480元花完 它的邏輯是讓剩餘產能更充分的利用 以及促進保健的意義 65歲以上 養很重要 如何養更重要 而如何讓銀法族自養最重要 我們結合了庇護工廠 讓老人也可以在運動中心服務 我們無法提供銀法族現金 但我們可以提供銀法族健康的生活 還有更重要的 讓銀法族生活的更有尊嚴 政府的價值取決於你做過什麼事 而不是你說過什麼話 本週三 柯文哲10日下午出席 嗡嗡嗡市政小蜜蜂 2019屬席市政體驗第三梯次 的模擬市政會議及閉幕式 讓中小學生參加市政會議 不僅讓年輕朋友了解 柯文哲市府治理城市的願景 態度 方向 策略 及方法 更透過不同年齡層 不同視野的角度來參與市政 柯文哲市長常說 現代的政府應當靈活 Diversity 也就是多樣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每個市民的人生都是一本書 都自成風景與故事 而透過每個故事的交疊 讓我們看見了城市的未來風景 而讓人民了解 政治從來不是只存在於投票的那一天 這些都是柯文哲市府出努力的目標 本週四 柯文哲市長參加108年社區治安研席觀摩座談會 讓學者專家 指導社區防災自殺防 及富幼安全及防治毒品等教育宣導概念 並由大安區錦華里的溫里長分享 社區營造與輔導經驗 透過社區治安協力營造工作坊 達到教學相長的作用 特別感謝溫里長以及錦華里 社區志工們的辛勞與付出 今天的早上的時候 柯文哲市長則是在成會時 研討關於蒙甲學員的EOD計畫 蒙甲學員希望打造一個以教育軸線為主題的都市計畫 會把萬華區、萬華國中、華江高中 還有南海實驗幼兒園等學校一起規劃 托育、英幼、長照、清創 甚至還有環保、綠地等元素 都是我們在下一個世代的都市計畫 需要考量的目標 重要的不是我們現在做了什麼 而是我們五年後留下了什麼 十年後我們影響了什麼 甚至到了2030年的時候 我們為我們的下一代創造了一些什麼 以上就是柯文哲本週的一週事蹟 我是白編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